作法的替代 在談這個做法的替代 做法的替代,這個是很多問的 很多人來問我 做法的替代 我們曉得這個密教做法 是幫自己息災,也幫別人息災 自己爭議,也幫別人爭議 增加利益 那麼自己修敬愛 也幫人家修他的家庭 圓滿 那麼自己降服自己的貪嗔之 也幫人家降服別人的貪嗔之 幫人家解決很多的困難 修這個降服法 那麼產生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幫人家做了法以後啊 別人家的災難解除了 結果自己的災難增加了 這個問題很多的 很多這個行責啊 幫人家治病啊 結果別人的病好了 自己分身都是病 自己全身都是病 幫人家解除這個官司 那自己就容上很多官司了 幫人家除去很多的災難啊 這個襲災啊 很多的災難啊 那自己發生很多的災難 那怎麼一回事 所以很多這個弟子就問我 這個是替代啊 替代眾生的苦 替代還是好啊 本來是沒什麼 你替代你行責本來就應該要替代嘛 替眾生苦有什麼呢 但是這個災難啊 有時候來的太痛苦 你自己都承受不了 尤其是鬼神病 這個人啊 這個病人啊 腎上富有的是一個靈 是一個幽靈在他身上 好了 你幫他洗災 請他走 結果他跑到你身上 他不走啊 他離開那個病人的身體 他病好了 結果跑到你身上來 你華麗不夠啊 天天在那跟他這樣子纏 你自己都很麻煩 這個就是替代 那麼做法的替代啊 怎麼解決 按照以前的師父啊 教我 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淺善 淺善 我們有淺善印 淺善印就是說 拍掌 彈指 拍掌 彈指 就是一種淺善 招勤也是這樣子 淺善也是 那麼一個呢 就是度化 用九品蓮花 九品蓮花 用化法船 把這個幽靈給他度化 這兩個方法是最好的 一個就是淺善啊 一個就是度化 那麼有時候啊 你自己本身淺善的能力不夠啊 你自己必須要修行 要修法 就是說 幫人家解除了業障以後啊 你把解除的這個功德啊 還歸於西空 你在修法當中啊 你要跟自己的本尊講 本尊有下降的時候啊 你就跟本尊講 祈求本尊 將這個 附在這個病人身上的 這些夜靈啊 把它接引去 還歸西空 就是淺善 一定要修法 所以你幫人家做完法以後啊 你自己本身啊 晚上禪定的時候啊 祈求本尊駐頂 將你吸收來的這些夜靈 進入本尊的身中 還歸於西空 這個你就不替代了 變成本尊去替代 但是本尊是西空啊 所以一進入西空 你自己的業階 你自己的業階就沒有了 別人的業階也就沒有了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我們征佛行者 幫人家做法 一定要把這些 所吸收來的這個黑夜 到你身上的 還歸於本尊 進入西空之中 這個就是淺善 不然呢 你替這個業靈 這個有業障的這些靈魂呢 修超度法 修超度法 九品人華生 九品上品上生 上品中生 下品下生 下品下生是這樣的 這個是有鎖印的 用鎖印的 用這個大海超度印 化法船給它遣送 就超度這個這個業靈呢 有業障的這些靈魂呢 通通都走 那麼 很多人問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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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啦 怎麼辦 替代啦 我就是教你那個方法 不然呢 你就 你不要受替代的話 在密教裡面呢 有修法 有修法 用一個景日 在一個景日 把那些夜靈都觀想到景中間來 到景中間來 一個景日 把所有的夜靈 觀想到這個景日中間 然後你一直念咒 一直放光加持這些靈 讓這些靈啊 夜靈啊 產生慈悲心 慈悲的心 最後再把這個景日 再給它解掉 這些靈自己就走 自己就走了 因為它只要產生慈悲心以後 它就不會找你 也不會再找原來的病人 它就會離開 這是教化的作用 教化 你去教導這些啊 你去度出來這些靈 用這個金剛醋 畫一個景日 景 一個景日 那在細空中喔 然後你觀想 這些夜靈 全部集中在景日的中間 沒有走 離不開 再來 你幫它持咒 令它們 花菩提心 再把景日 化解掉 讓它們走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教化的方法 除了這個 遣誦以外啊 要超度以外啊 還要教化這些夜靈 像我們做這個 做法當中 也有這樣子做的 把這些靈集中起來 那麼念經給它們聽 還開示給它們聽 然後再給它們吃一頓飯 那麼再遣善 再請它們再離開 然後令它們歸一 這個 歸一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歸一金剛上司 他們也是受戒的這個佛弟子 這個就是幽冥戒嘛 這個就是幽冥戒 我們也做這個法 所以在整個這個宜咒之間 整個宜咒之間 都有很多的秘密法在裡面 這些靈啊 能夠受教導的 你就給它受 示規 那麼靈啊 假如是說 不受教導的 你就遣善給本尊 遣善給本尊 吸過來 然後給本尊 再不行呢 用超度的 用密教的這個超度法 給它超度了 超度了 讓聽盡光照它 讓它的業障消除 這個法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我們 真佛密法裡面呢 你自己懂的法 就不會受替代 你不懂的法 你就會受替代 所以我們 這個密教的法 非常的殊勝 能夠不受替代 今天講到這裡 恩馬來賓 恩馬來賓